美国2024的总统大选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现在有一个民主党的人要出来挑战民主党的Joe Biden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无党级的身份参选 也就是说他的出现不只会拉走民主党的选票 同时也会拉走共和党的选票 川普的选票 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不是那种花几万块美金参选总统拿不到一%的票 然后只为了可以跟朋友说 你看我选过美国总统的那种人 而是美国一直以来的贵族家族 RFK Jr.甘乃迪家族 Hi everybody I'm going to be in Philadelphia on October 9th To make a major announcement at the very birthplace of our nation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right now exactly what that announcement will be I can say though That if you've been waiting to come to one of my public events This will be the one to come to I'll be speaking about a sea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what your part and my part is in that change A lot of Americans who had previously given up any hope That real change would ever come through the American electoral process Have begun to find new hope in my candidacy And I understand the deeply felt concern that people have About the way corruption has overtaken our government It'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It's in Congress It's in the leadership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 some people feel a kind of cynicism alongside the hope Or they lose hope entirely Because they've been disappointed so many times I want to tell you now what I've come to understand After six months of campaign There is a path to victory 没错 我们有一个胜利的道路 这个胜利的道路就是 以一个五党级参选 那这个大概就是他要宣布的一个东西 那对右派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因为过去半年甚至一年左右 右派是有声音在支持RFK的声音的 就是就连我们AI News也说过 说不定川普会跟他联手哦 之类的东西 虽然我当他只是在开玩笑 但是下面有很多观众就在说 对 虽然他是民主党 但是他反建制派啊 一个反建制派的共和党 再加上一个反建制派的民主党 联合起来啊 耶 哎们 阿们 那Robert Kennedy 算是一个自由派 算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自由派 很明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有出来说疫苗跟新冠肺炎的封城 就是政府在胡扯 但是他在堕胎的观点上面 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在枪支上面的观点 也是要进枪的 这两个都是我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方向 是他是希望政府可以控制人的实力住行 但是是用他的方式来控制的 他支持全天下的人的所有的这些 环保议题 废除石油 废除汽车 完全违宪的这些议题 实际上说他就是一个 还没有完全疯掉的一个大左派 所以我是不可能支持这个样子的人 当然我在这边也不是说 他就是个史上最烂的一个人 但是他跟我在乎的方向 几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候选人 但是很多自称是保守派的人 却非常支持他 因为第一个他对新冠肺炎的观点 第二个就是他要挑战 Joe Biden 所以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上个星期我才刚看到 Dennis Prager在他的节目上访问RFK 主题是Courage 勇气 里面把他夸得跟什么一样 好像他是一个多有勇气的人一样 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尊重 Dennis Prager这个人的 但是我不觉得Robert Kennedy 是一个多有勇气的一个人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看的话 可以知道有很多保守派 虽然他们自称是保守派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自由派 只是认为说左派做得太夸张了 就是那种我一直来都是民主党党员 但是我并没有背叛我的党 而是我的党背叛了我 然后现在这个觉醒文化 烂性的各方面这个东西太超过了 不合常理了 我没办法接受AOC 我没办法接受小孩变性 但是我其实还是个民主党 我还是希望大政府 我希望政府可以控制垃圾啊 资源回收啊 电背啊 教育啊 健保啊 枪支啊 我希望政府可以有所有的力量 但是我希望有一个好的政府来掌管这一切 简单说就是 他们希望一个罗斯福新政 跟甘乃迪的1969年的这个政策 政府多大的话多好啊 你看1969年我们都登陆月球了耶 这个就是现在这位RFKJr想要做的事情 你看他穿的那个细领带 他讲话的方式 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 而是问你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他会拉掉很多摇摆不定 现在自称是共和党的人 或是保守派的人 不过 我还是认为他会比较伤害民主党 根据民调 他大概有差不多19%的民主党的人说 会支持RFK 他会吸引很多这些 never trumper的共和党人 但是 他的政策出来之后 我觉得 我希望保守派的人 会醒来 发现RFKJr只是另一个建制派的大政府的人而已 基本上川普的粉丝不会在这个上面动摇 所以某层面上 我还蛮支持RFK以一个无党级的人来参选的 我觉得他会伤害民主党远远超过伤害共和党 应该啦 应该 OK 我真的没办法确定 因为会支持他的是什么样的人 通常都是反疫苗的 反对大型制药厂的 反对建制派的 你说他会拉多少的保守主义的人去选他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拜登非常有可能退出选举 我觉得可能纽森会出来选 或者是民主党会直接提名RFKJr 但是真的很难说 因为基本上民主党是一个贵族系统 基本上你在党里面的地位是一个世袭制的 共和党建制派也是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老乌龟Mitch McConnell 可以在电视前面有一个小众风在那边不动又 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参议员 那拜登的退化其实是全美国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美国 他真的在在争战的战略 他在在家里的战略 美国是一个国家 可以在一单的文字 那当然身为美国人 这些是值得担心的 值得在乎的 除非你是宾州的选民 认为一个脑中风的人 还可以代表民主党的名义的人 是否就表示 宾州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脑中风呢 OK John Fetterman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但是全美国的民主党并不都跟宾州的民主党一样 很多民主党的人还是有两个以上的脑细胞的 他们不希望拜登参选 认为说他真的太老了 脑子真的坏掉了 连标准的自由派这个 Joe Rogan跟Bill Maher都这个样子讲过 很明显就是民主党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取舍的动作 因为Joe Biden的精神状况跟他老化的智商已经让很多左派不知所措了 很明显民主党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们没办法用一个老人痴呆来刺激民主党的选民 他们第一个策略就是假装没这回事 OK跟Nancy Pelosi的方法一样 就说什么拜登不但身体健康 而且他还是美国史上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个总统 在他的治理下 美国简直就是世界强国 经济奇迹 银河传说 那很明显就是没这回事 而且骗不了任何人 因为就算是民主党的人 有些也是有眼睛 而且至少有像生蚝一样的脑容量 所以现在他们的策略就是用一个分散注意的策略 各式各样的滑稽的事情都出现了 什么墨西哥发现了水泥座的外星人遗体 然后歌手Taylor Swift泰勒斯取消了演唱会 所以造成了全美国的经济萎缩 经济萎缩不是办案的错 是Taylor Swiftcancel掉他的演唱会了 然后什么哈利王子的老婆要出来选加装的参议员 还有最夸张的就是1997年暗杀饶蛇歌手 Tupac Secure的凶手 经过了26年之后终于被抓到了 这些完全都没有用 大家还是没办法忽略 美国总统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职务人 脑死的职务人的事实 所以他们现在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人 就是最能在美国炒新闻的人 川普总统 根据他们的说法 川普其实才是脑子退化 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当总统的人 各位听得没有错 他们现在说川普才是老人痴呆 我们现在看我们川普在我们加州的台风 这是非常搞笑 这一集可能会变成一个娱乐新闻 does anybody think he's going to make it to the starting gate 这是川普在恶搞拜登的样子 我们看过他弄过类似的松析很多次 我们也实在没办法忽略拜登 根本就是把自己再当成一个玩笑 而且民主党继续让他当总统 真的是在虐待老人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上MSNBC的节目 讲到一半就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走下台了 希望各位观众千万不要离开 然后拜登就自己从后面慢慢离开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或是跟刚刚川普演的那个一样 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下台 或者是他在颁布Metal of Honor 美国最高的这个奖项 荣誉勋章的时候 颁奖典礼弄到一半 身为颁奖人的总统 自己走下台 各位爱卿 正先回宫歇息歇息 然后总统旁边的特务就 骑驾回宫 留下来一堆记者跟来宾一头雾水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看到川普那个影片 你马上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 然后民主党是怎么回席的呢 就是把刚刚川普在假装 是拜登的那个影片 剪下来其中的13秒 PO到这个网路上 X上面 说这是Dementia Donny 狮智的川普 Where am I? Where the hell am I? 这个发推文的人叫做 Ron Filikowski 是Media's Touch的 这个一个左派媒体的总编辑 他现在在说的就是 川普才是老人痴呆 川普身体不好了 就像之前Q的那个时候 他们就说什么 川普有帕金森事症 他用两只手拿水喝 川普行动不变 中风在走路 他都变成小碎步了 然后他们现在用 川普嘲笑拜登的影片 来说川普有老人痴呆 当然好显现在 推特的掌控的人是 Elon Musk 马上就出来说 马上出来fact check 说这其实是川普 在演拜登老人痴呆的样子 没错 这个就是他们最新的策略 这些人一天到晚说 我们是阴谋论 假新闻 但是他们却是 一天到晚播假新闻的媒体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粗糙的剪接 然后说一串 不是事实的东西 例如说他们刻意剪掉 川普说要和平的发出声音 让国会听见 说川普促成的 1月6号的暴动 更好笑的是 既然他们这么做 会有人相信 表示我们美国有非常多的人 智商是低于60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这个样子 只有在蓝州 我们加州 宾州 纽约 伊利诺伊州 脑子有问题的人 全部都聚集在民主党掌控的州 只有我们这个样子的州 还在看CNN 才会认为说 Kyle Rittenhouse 持枪杀了三个 没有持武器的黑人 和平示威者 还有一半的人认为 川普在说这个 Charlotteville 的白人至上的人 Very fine people 现在全美国会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人认为说 川普得了 Joe Biden的老人痴呆症 这个就是他们 现在竞选的方式 这个星期 他们也播放了 这段川普的 但是你有更多 可能会被判断 过热灵 比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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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大家有听没有懂 对不对 听不懂在讲什么 对不对 没有错 左派把这一段剪下来 到处发 说这个人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怎么可以当总统 什么风车 什么金鱼 你听的话 你也会不知道 川普在讲什么 但是这个推文 来自于 Secular Talk 一个左派的一个 自然科学的这个节目 这个推文 这个X X post 现在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来自Secular Talk 上面说 川普 牛头不对马尾的 Babble 在那边讲什么 金鱼跟风车 这里 塞一个圣经知识 我们在美国 常常用Babble 来讲说语无伦次 这个词是来自于 圣经里面的巴别塔 Tower of Babble 讲话讲不清楚 是来自巴别塔 很酷吧 然后如果你花五分钟 去看川普在说什么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他的重点是什么 Genesis of this whole study dates back to several months ago in December and Januar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n uptick in whale debts occurring in New Jersey and New York and the public started to become very concerned that 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debts and offshore wind activity that was happening in that same ocean area 对 这种环保议题 不是左派最在乎的吗 那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川普在讲什么呢 反正重点就是 他们现在就是要刻意 丑化川普 说现在川普是神经病 语无伦次 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办法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说事实可以被说出来的话 如果事实是事实的话 川普就一定会当美国总统 美国会怎样 未来会怎样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 认为这个人 对这个人是老人痴呆 对这个人是老人痴呆 这个人想要残害美国 想要残害国家的利益 然后这个人 这个我的屁股被擦干净了 OK My Bob's been wipe 才是自信 聪明 良善 勇气的美国领导人 这个理论 唯一可能存在的方式 就是 我们的国家正在毁灭当中 我们失去了自我 我们失去了所谓的美国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